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原意教养的Youth 欢迎 一开始想要先请Youth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你的学经历是不是跟这个本业有相关 有相关但不完全一样 其实我的背景是读工商业的心理学 Industrial Organized Psychology 那我在18岁就从先去英国啊美国这样读书 后来其实我硕士毕业之后 其实我一开始在美国的500大的企业工作 所以我这个心理学的学习等于是这种商业的心理学 怎么在运用心理学在一些工作的场所 那举个例子 我帮助这些大企业去建立他们整个的人才梯队 他们的人才在怎么发展啊 领导力要怎么发展啊 那做了20几年 那大概十多年前因为我自己怀孕了 要做妈妈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自己那个墙上 那个一面墙都是这种领导力发展 人才发展的书籍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有这个机会认识到这么多顶尖的人才 对吧 他们也是我的coach 那我想说 那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这种东西教会我的孩子呢 一开始是这样想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思考 我怎么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在家庭的教育当中 那我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又拿了很多的一些认证 包括去海外啦 那时候也去澳洲去成为学这个怎么这样成为 儿童跟青少年的情绪教练啊 然后也拿到美国的这个 怎么叫做一个觉察的教育教练 这是各方面的认证 那所以我发现在企业里面建立人才 跟在家里面建立我们未来的人才 其实是有很多的共性的 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发展出一套 可以比较系统性 可以让我们家庭教育里面 让孩子成为更顺利的 让他们可以活出他自己想要的人生的一些方式方法 是 那因为EOS一开始也是跟这个产业有一点点相关性 所以在创意的过程中 有没有让你也有遇到一些小挫折 然后让你印象有点深刻 其实挫折还是有蛮多的啦 因为第一个 我以前是做B2B的 这种直接就是对 不管是我自己在500大的企业里面工作 还是我直接面对我的客户都是500大 那像这种B2B的 其实我们很少需要做到什么社交媒体啊 也不需要做什么拍YouTube影片啊 这些部分 那但是你到B2C 我现在是直接对家庭嘛 对于这种华人的家庭 父母还是小孩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要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我 那现在的媒体的方式 也是自己要去拍短影片什么的 我在这个部分也做了蛮多的调整啊 然后包含在面对镜头怎么讲话都会打结 那这个部分有做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突破才去这样做 这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 因为我得到的这些认证都是国外的嘛 那尤其在疫情前我还要飞去海外 那疫情中间也是可以在线上学习 但是呢就是那种会半夜爬起来 12点爬起来读上课到凌晨2点 然后第二天还是要工作 还是要有小孩要起来上学 所以要爬起来 那对于这个整个自己的生活的作息啊 包含我们那时候 我们要去对练的教练 其实他可能人住在伦敦 伦敦 我要早上5点 因为大家有时差 那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一些蛮难忘的经历啦 因为因为你已经本来就想说 我已经不是学生了 为什么我还要做这些事情 对吧 但是其实原来每一个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觉得都很好 这些所谓的挫折 其实都是一种学习的历程 让我们有不断成长的养分 没错 非常 EOS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人生中的观察家 因为你观察够细微 然后之前的经验都非常丰富 才有办法创造出 目前我们那么多元 那么棒的课程 那也可以请EOS跟我们分享 就是因为其实现在 有很多人开始注重我们内心层面的东西 是 然后身心灵 还有智商类型的东西 也非常多元 书籍啦 管道也都很多元 是 那你们觉得目前品牌 最想体现出来的 企业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想要帮助的是 全球的华人家庭 有一个赋能的感觉 这个赋能的感觉里面 就是帮助我们 怎么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让他活出自己定义 自己定义的成功跟快乐的人生 而不是让别人去定义他们 那尤其我觉得现代的父母 跟现代的孩子 有遇到一个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很多 不断在变化的新科技 包含AI 这个这是变到我们都不可以想象 它会怎么变 那所以我们会 不知不觉会有一些焦虑 会不知道说 以后 比如说这种职业会被取代 因为媒体一天当然都讲 对吧 所以我认为现在 不要去 去想说 要按照某一个职业 去培养孩子 不要说 你以后一定要什么 医生律师还是什么 因为也不知道以后这个职业会变什么样 对吧 所以我更想要去帮助的华人家庭 去建立这些孩子呢 有一些很核心的人生技能 那这些核心的人生技能 就不是单纯的学历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AI代替的能力 就是我们在AI时代 不要被容易代替的能力 而不是只有学历 那这些东西也是我从这些500大企业里面的 就是顶尖的人才里面 在他们身上我发现 原来这些顶尖的人才 其实他们也有五个方向是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有一些技能 不是从学校或是书本里面学到的 对 那举个例子 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 他们其中有一些 一个是how to think 他们是如何思考的 因为你的思维会决定你的作为 对吧 然后how to learn 我们在学校里面 只有学会不同的学科 学英文数学 那这没有人教过 我们怎么去学习才是最有效的 然后how to feel 那你他们 比如说卖一个产品 卖一个服务给你 其实他要知道 用户他其实在过程当中有什么体验 然后我要换位思考 感受你的感知 感受你的感受 但是同一时间我自己个人 我how I feel 我自己怎么理解我自己呢 就像你刚才 自己我自己往内探寻 我要提升我自己的感知能力 我才可以感受到别人 然后怎么去跟别人去connect how to connect 这个也是一般在学校里面没有教到我们 但是你会发现 真正在事业做的成功 或者是在这个社会 活得比较好的人 其实他很会跟人建立关系 对不对 没错 对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也常常被忽略的 就是how to live 因为你希望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快乐健康的人生 那但是谁知道什么叫快乐跟健康的人生 其实相对而言 我们应该要有很多的一些生活技能 比如说不是学会数学的公式 而是学会怎么去理财 对吧 不是还会学会说我们在生活当中 怎么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身心 那这些部分也是以前没有学过 然后我发现你成功的人 其实你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身材 不会那种过胖啊什么的 因为你会发现原来他要知道 要得到这方面的平衡 我的方方面面才可以有一个快乐跟成功 没错 我相信EOS想体现出来的企业核心价值 我们用一句话来做体现 成为孩子的领航员 没错 让孩子成为自己的人生领航员 然后我们父母呢 他们是pilot 他们是自己在开飞机的人生的领航员 那我们父母的话 我们是他的头 pilot 我们是他的副驾驶 但是副驾驶的角色也很重要 你没有看过任何一个737的飞机 只有自己开 没有副驾驶 对不对 副驾驶的角色 其实你要随时给他support 你要随时给他支持 随时给他支援 甚至是有时候还要给他一些引导跟提醒 但是怎么才可以做到 然后小孩不反感你 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要学的艺术 没错 就其实把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弄好之后 其实跟孩子的关系会有所改善 没错 所以父母的心必须要敞开一点 去接收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其实是我们透过跟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孩子是我们的禁止 然后让我们自己去重新的看待我们自己 而且在这个一起 我常常说叫pro-growing 就一起成长的这个经历 让我们其实好像自己再成长一次 那我自己把我自己成长好 其实我才可以帮到别人 我跟我自己的关系好 才可以有别的关系的更好的建议 没错 那我相信EOS的品牌一定有提供相关的课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品牌提供的服务大概有哪些吗 嗯 好的 那像刚才我讲的这五个范畴里面 其实每一个范畴都会有相关的课程 那这种课程呢 里面是以线上为主 那比如说是有家长可以看的影片 也有小孩可以看的影片 举个例子 我刚才讲说how to think 我们的思维 那可能现在大家可能会有听过成长型思维 现在比较比较一个夯的一个词 那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孩子遇到困难挫折 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愿意再去尝试 所以我有一个叫brave的成长型课程 那小孩有小孩的影片可以看 就像爸爸妈妈不是会给小孩看巧虎之类的 其实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呢 小孩就种了一个种子 让他理解 原来我面对犯错跟失败 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理解 原来什么叫毅力呢 原来别人给我的评价 我可以怎么理解呢 而不是一定就是说 你这样跟我讲 我不高兴我就不听 或者是我就放弃了 那在家长跟小孩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这个影片 那个小明这样这样做 你觉得你像小明吗 那变成是因为你不然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就可以 来现在妈妈跟你讲什么叫毅力 那这很干啊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的话 就是大人跟小孩会有一个工具 跟共同语言可以沟通 那当然爸爸妈妈们也需要有一些影片 可以帮他去学 原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用这个方式跟小孩沟通 要用A的方式 不是用B的方式 用B的方式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嘛 对不对 那你做任何的专业都要学这么多年 就要去做实习 但是我们做爸爸妈妈都没有实习的经验啊 就直接上场去做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要学习的 那这种是影片 还有呢 你看完影片你还会有问题嘛 就像你看完一本书 其实你在用的时候就 欸我想 我知道但是就做不出来 或者是我跟我小孩讲的时候又遇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时间 比如说在线上 我可能会有连续八周 用Zoom的方式 可以做线上的大家互动的方式 然后爸爸妈妈有问题 直接就在线上 我们会现场讨论 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安逆 而不是道理 也不是理论 是实打实的真实安逆 而且透过一个小组的方式 那其他家长听到别人的分享 第一个也可以互相取暖 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互相支持的系统 跟我听到别人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学到 我以前也没有想过用这个方式 互相学习的方法 那这个就是在线上的这个系统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是一对一的 有一些有人可能 希望有更针对性他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不太想要跟其他人分享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做一对一的一些客制化的一个coaching 那还会有一些线下的体验 举个例子 像我们今年也试过不同的 有一些是cooking跟parenting 我们会跟 可能是教大人 那这个暑假呢 我们是教小孩 小孩呢 去学一道菜 每一天学一道菜 那学到菜的时候呢 其实会跟他的某一个情感的连接的主题 是有关系的哦 那爸爸妈妈呢 就会在另外一个空间 当然是同一个大空间的另外一个空间 那爸爸妈妈呢 就可以去学 小孩遇到这些情绪问题 大暴躁的时候 我怎么应对呢 我用什么方法呢 那一样 我们就可以有互动啊 交流沟通的方式 那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小孩还可以把食物带给爸爸妈妈享用 这个是我们的 可以慰劳一下爸爸妈妈 像这种就是一种异业的合作 然后也会让这种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比较有多元化 不会那么沉闷的方式 对 了解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我们的EOS可以在开发更多属于 更适合很多不同家庭 然后个别孩子 然后不管是孩子也好 或是我们的成人 然后如何面对自己 然后跟自己的关系 可以更友善的一些相关课程 然后去造福更多人 那可以请EOS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于品牌 有没有什么短中长期的规划吗 短期的话 我会今年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可能会有更多这种异业的有趣的实体的课程 包含8月19号的那一周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跟亲子的夏令营 爸爸妈妈都一起来玩 跟小孩一起来玩 可以优雅的过一个快乐的下午 那今年的后半年也会有设计其他的这种实体的课程 可能以后是这种财商的啊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课程 那中长期来说呢 我们会做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五大的系列里面 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线上的课程影片 包含比如说 儿童的跟青少年的财商的一些学习 然后还有是 比如说 怎么我们现在常常讲 让希望小孩有独立的思考 思辨的能力 那可能可以透过儿童的哲学的方式 让孩子学习 那again 我们对父母那一块 会持续的有一些更多的帮助 让孩子跟我们 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Life Pilot 非常好用这样子一个句子 然后让我们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自己人生的Pilot 然后引领我们自己到我们想要的地方 不再被外界的声音给局限我们的生命 然后我们的生活 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园艺教养 可以带领更多孩子 走向他们想要的生活 然后造福更多的家人 让他们情感连结更深刻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EOS 来到我们的人物真房 谢谢 非常感恩 Hannah 谢谢 谢谢 谢谢